大家好 欢迎收看港湾播报 我是主播芬妮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9月5号 以下是我们的新闻 总理特鲁多昨天在苏里宣布拨款13.7亿元 协助兴建温哥华百老汇地铁和苏里青铁 但却被指有关拨款之前已宣布过不止一次 昨天的宣布是炒冷饭 特鲁多则回应表示 他希望在10月试选之前 每个人都知道未来10年的基建拨款已经确定到位 而省长贺锦则笑颜 这是他首次有份宣布拨款 显然 活动要彰显的是特鲁多与贺锦是能合作的伙伴关系 特鲁多昨天在西门飞沙大学苏里校舍 连同省长贺锦 温市市长罗品信和苏里市长赫普纳宣布 确定沃代华将拨出13.7亿元协助兴建百老汇地铁和苏里青铁 省政府则负责支付18.2亿元 温哥华市 苏里市和运输连线则负责余下的12.3亿元 总投资金额欲44亿元 但是 特鲁多过去已多次就有关计划举行过拨款宣布 而昨天的公布并没有太多新内容 被批评是炒冷饭 特鲁多回应指 他希望在逝选之前 每个人都知道联邦政府已承诺将在未来十年 全力推动这两项重大运输建设的拨款 而这项投资也同时展现联邦与BC省府尊重市长议会 对计划提议的合作成果 特鲁多说 这项投资对于低路平原的所有市民 未来生活以及社区发展均带来重大影响 他提到百老汇地铁计划时说 他从前在UBC就读 所以特别了解UBC大学生搭巴士来往校园所花的时间很长 他相信在百老汇地铁计划推动之后 由于交通时间缩短 上班的人士可以更早回家教导子女做功课 而学生也有更多时间可以学习 贺锦则在一旁说 这可是他第一次出席速理轻铁计划拨款的记者会 他说 这两项重大交通建设计划的推动 是联邦政府与省府以及温哥华与肃里市共同合作成功推动大型计划的成果 另外 特鲁多也针对联邦上诉法院上周推翻跨山油管计划 要求联邦政府重启咨询一事做出回应 他说 他认同与原住民和解的重要性 而法庭判决只是联邦需要再多做一点咨询工作 由于贺锦也在台上 有传媒问特鲁多 贺锦一直以来均反对跨山油管计划 未来如何能够说服贺锦支持该计划 特鲁多表示 在未来重做咨询的过程 将会与省府密切合作 共同听取社区声音 而贺锦也说 他上台后 与联邦针对油管计划的讨论工作未曾间断 14个月来一直有磋商 最近 大温地区爆发了一种非常严重 可致命的非典型肺炎 军团军肺炎 据Google News等媒体报道 目前疫情主要集中出现在大温宿里市Gilford地区 BC省非商卫生局没有透露被感染的具体人数 但表示卫生人员正在追查该地区细菌的来源 Google News的消息则透露 截至9月1日被感染住院的人数应该少于10人 非商卫生局建议 8月21日以后去过该区域的民众 尤其是出现咳嗽 发烧 腹泻等症状的民众 应立刻约见医生进行相关的检查与治疗 提起非典型肺炎 大家首先会想到2003年的SARS 但其实 非典就是一类区别于一般细菌性肺炎的肺炎总称 据介绍 致命病菌 菌团菌 主要寄生在淡水 地下水等饮用水系统 以及土壤 冷却水塔 热水浴缸 机管道系统 淋浴喷头水等与人群密切接触的水体中 菌团菌主要通过空气传播 患者感染的途径主要是经呼吸道 将空气中含有菌团菌的气溶胶吸入肺内 引起严重的肺部感染 此外 在处理花园土壤 堆肥和培养土时也可能感染 专家表示 菌团菌肺炎是一种非常严重可致命的肺炎 严重者可导致呼吸衰竭和肾衰竭 非烧卫生局提醒去过Gilford地区的民众 尤其是出现早期肺炎症状的民众进行自查 或约见医生的建议绝非小题大做 感染菌团菌的症状包括发烧 咳嗽 发冷 肌肉酸疼 头疼 疲劳 食欲不振 腹泻等严重可致死 通常潜伏期为2-10天 对于某些免疫系统有缺陷的老弱病患 菌团菌肺炎的死亡率最高可达40%到80% 普通情况下 平均死亡率在5%到10%左右 非小卫生局也提醒民众不必过度惊慌 大多数身体健康的人在接触到细菌时都不会患上这种疾病 但老年人 吸引者和患有慢性肺病或免疫系统受损的人患病风险较高 此外 目前这种疾病还不能通过人传人传染 专家提醒 防范菌团菌免疫力弱的人士 应注意以无菌或精主沸的水饮用刷牙或漱口 避免使用加湿器或其他可产生雾气的设备 本周三 9月5日 加拿大和美国将重启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周二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发表强硬言论 声称如果美国不做出妥协 宁愿不加入NAFTA 考虑到加美两国领导人互不相让的态度 有专家建议加拿大的企业最好做好谈判无果的准备 据本地英文媒体CBC等报道 在本周二 也就是两国重启谈判的前一天 正在温哥华工干的联邦总理特鲁多对记者表示 他对谈判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 但是也暗示在核心谈判事项上不会妥协 加拿大最关心的核心谈判事项包括 NAFTA需保留对文化产业的豁免规定 总理表示 对于加拿大人来说 美国电视网可能会收购加拿大媒体分支机构 无论是报纸 电视台还是电视网 这是不可想象的 这将是放弃我们的主权和我们的身份 而这是我们根本不会接受的 保留对加拿大农业的豁免规定 加方誓言维护保护国内乳制品行业的供应管理系统 以防美国的乳制品占领市场摧毁本国相关产业 保留NAFTA第十九章的争端解决机制 即设立一个独立的国际仲裁机制 美方一直想删除争端解决机制 以便按照本国法律开展反清销与反补贴调查 而且已取得墨西哥同意 但是加拿大坚持要加入这个章节 以免由美国法院审理争议 值得一提的是 总理并未提到希望在新协议中 从美国获得钢率关税豁免 这可能意味着加拿大已经就此对美做出让步 据悉 美国总统川普早前已对媒体放出话来说 不会就谈判内容与加拿大妥协 而特鲁多此番强硬表态 意味着本周谈判过程将充满艰辛 法新社采访的专家则表示 特鲁多现在是进退两难 加拿大75%的出口目的地是美国 约占国内经济产出的20% 所以如果特鲁多反击美国的各项要求 并因此被排除在NAFTA之外 经济损失会相当大 然而由于加拿大明年就要举行联邦大选 特鲁多也不敢轻易在贸易谈判上让步 以免损害某些行业利益 丢掉选票 而反对党也会指控他向美国总统川普低头 周二是新学年开学的第一天 温哥华市警启动2018回到校园交通安全认知运动 在室内多个学校区附近的路段直勤 监督及提醒司机减速以及专心驾驶 保证学生安全上学 温哥华市警多位警员周二上午 在西区桑纳斯小学附近 英皇爱德华西街甲玛格丽特街一带执行任务 并使用电子设备侦测来往车辆的速度 警方称 英皇爱德华西街限速每小时50公里 但因靠近学校路段 限速比其他路段更为严格 该地点昨天上午 已共开出15张超速驾驶罚单 在一些学校区附近的接送路段 周一至周五上午8点到下午5点 道路限速通常为每小时30公里 警方提醒司机 超速驾驶罚金由196元起 如果在驾驶时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 则可获至少368元罚单 省教育厅长范灵明表示 暑假已经结束 全省共有超过60万名学生 在周二开始返校 其中有些是刚刚开始学校生活的小学生 他指出 学生安全是最为重要的 往年都有因司机不良驾驶习习惯或分心驾驶 造成的交通事故发生 这些悲剧提醒司机 开车时放下手中的电话 减低车速 小心驾驶 把孩子和社区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温市警督察朱克托表示 警方将在未来数周 继续在校区路段执勤 严格执行限速标准 希望司机注意路段限速标志 以确保学生及家长安全 据一份来自加拿大儿童第一以及 奥布莱公共健康机构的报告显示 从高婴儿死亡率到有关虐待的惊人统计数据 加拿大儿童的生理心理健康十分令人担忧 在加拿大 育儿方面一直享有不错的生育 不少的华人家长为了给儿童 一个比较丰富多彩的童年 选择让孩子从小接受加拿大的教育 拥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和选择 但家国的儿童在心理和生理健康方面 真的没有需要担忧的地方吗 据报告显示 从高婴儿死亡率到有关虐待的惊人统计数据 加拿大儿童的生理心理健康十分令人担忧 该报告审查了加拿大儿童的死亡率 身心健康状况以及影响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 如贫穷 粮食不安全和虐待 该报告基于来自加拿大统计局 加拿大卫生信息研究所和加拿大卫生部 等众多组织的数据 两项新的研究发现 加拿大儿童在健身方面处于中间位置 虽然大多数三四岁的孩子 都还能遵守提上的活动指南 但他们还是花费太多时间盯着屏幕 该报告发现 加拿大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 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尽管加拿大人口总体增长 但报告警告说 儿童与成人的比例正在下降 并将持续到2036年 数据表明 65岁及以上的加拿大人 已占人口的大部分 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增加 根据报告中强调的2012年数据 自杀是加拿大1到17岁儿童和青少年的 第二大死亡原因 2015年 加拿大被列为青少年自杀率最高的 五个国家之一 根据加拿大卫生信息研究所提供的信息 据估计 10%到20%的加拿大儿童 可能在其生命的某个阶段患上精神疾病 加拿大卫生部表示 估计有120万受精神疾病影响的 儿童和青年中 只有20%接受了他们需要的恰当治疗 根据报告的调查结果 加拿大1到17岁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意外伤害 儿童受伤相关死亡的三个主要原因是 机动车碰撞 溺水 和呼吸威胁 该报告还研究了加拿大儿童的体力活动和体重 虽然过去10年中儿童的超重和肥胖率似乎已经稳定 但报告仍指出 四分之一的人口仍然肥胖 BC省的超重儿童人数最少为21.4% 而柳芬南人的最高人数为36.4% 加拿大儿童第一组织警告说 该国目前的基础设施和方案不足以鼓励儿童进行充分的体育活动 该报告研究了贫困、粮食不安全和虐待等其他因素如何影响儿童的整体健康状况 在难用方面 研究人员发现 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在16岁之前遭受过某种形式的虐待 其中 26%经历过身体虐待 10%经历过性虐待 8%接触过亲密伴侣暴力 根据越来越强大的研究 加拿大儿童第一得出结论认为 童年虐待会导致终生身心健康问题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新闻 感谢收看港湾播报 我是主播凡尼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会 读懂温哥华 从温哥华港湾开始 真正的本地新闻 及时最热接地气 玩玩乐乐温哥华 大温一周好去处 各类本地休闲娱乐资讯 舌尖上的温哥华 BC倍原创美食微杂志 打造温哥华美食地图 温哥华港湾 大温最火的中文网站